它的湯看起來很像水 可是喝起來超有味道的 這邊是可以跟很著名的IG景點打卡 這樣拍起來就會有一種很像 自身韓劇 古裝劇的那種感覺 那這邊同時也是 Oh My Girl DUN DUN DANCE的MV劇景地 後方的這個大草原上面跳副歌的舞蹈 有Cindy 你好Cindy也有 我來到紀州島啦 這次來紀州島啊 安排了大概四天三夜的行程 主要的Vlog會上在下半世生活的頻道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 那我這支影片呢 想要帶大家一起來看 春天的紀州島 我們來的時間是大概三月底 這個時候是紀州島 油菜花開得最漂亮的時候 然後大概在三月底到四月初 也會有櫻花的部分 但是我們來的這個時間是三月二十二號 櫻花才剛開始開而已 大概只能拍到零星稀疏的一點點 我準備了幾個景點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今天我們要來紀州 比較偏視中心的地方看櫻花 這邊最有名的櫻花經典 就是新山公園 然後山信穴跟點農露 那我們先來新山公園 對面的這個豬肉湯麵一條街 選了一間最有名的就是這一間 傳統三代 就是代代相傳的那一種 非常有名的名店 很多韓國人都會來這邊吃 我們點了他們的招牌set 就是雙人的set 可以選兩種不一樣口味的湯麵 然後還會有這個三層肉豬肉切片 附上非常多的小菜 那我點的這個是 應該算是豬肉清湯麵 然後它裡面就是會有切片的豬肉 其實還蠻多片的 然後還會有一些蔥啊 胡蘿蔔絲跟豆皮 然後它的麵是屬於 有點像油麵的那種感覺 黃黃的 然後粗細度算是中片細 Gym點的是他們的招牌原味 它就是有一點白白揉揉的湯 豚骨白湯的那種感覺 會附上辣醬可以讓你夾進去一起吃 然後它旁邊也都會附一些辣椒粉啊 海苔碎 所以就是如果你覺得不夠味的話 都可以夾進去吃 哇 哇 超好喝的耶 哇你的是你怎麼有個海味啊 對啊為什麼那麼好喝 它的湯看起來很像水 可是喝起來超有味道的耶 所以那個米爾應該是米爾起 就是魚乾的意思 麵條很Q 連Gym都說好吃就是真的好吃 因為它很挑剔 加了海苔又多了一個香氣 但整體又不會過鹹 我覺得它的調味真的剛剛好耶 也是很適合中午吃的東西 好吃嗎 因為它的泡菜偏酸 所以它吃起來整體會是酸酸鹹鹹的 肉一樣可是是另外一道菜 對啊 吃完湯麵之後呢 對面就是星山公園 星山公園也是紀州島 非常著名的賞櫻花景點 沿著步道一直往下走 路的兩旁就會都是櫻花 而且它的櫻花開得很茂密喔 就是到處都是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就是 專門種來給觀光客 還有就是當地的居民 可以一邊運動啊散步 然後一邊賞花的 我覺得它這邊就是 走起來還蠻沒有負擔的 就不用爬坡什麼的 然後紀州島的櫻花 都是像這樣子白白的王櫻花 花背的地方會有一點點的粉紅色 我覺得肉眼看會比單拍照起來好看 但如果你經過修圖的話 就會看起來很夢幻 沿著剛剛的豬肉湯翻一條街 繼續往下走 就會到韓國這邊的傳統景點 三信穴 這個三信穴就是傳說中 紀州島民出生發想的地方 然後它這個園區啊 就是也有副停車場 然後是需要入園票的 入園票是一個成人票 四千韓元其實不貴 然後可以折抵停車費 我現在這樣走進來啊 就會覺得它有一種很靜密的氛圍 走到中間啊 這邊是可以跟很著名的IG經典打卡 就是它會在一個傳統的韓屋建築前面 有一棵很茂盛的櫻花樹 這樣拍起來就會有一種 很像自身韓劇古裝劇的那種感覺 啊 我的孵寶劍 啊 我的V 在哪裡 我甚至是很像 they are 現在我身後的就是 紀州島櫻花主要閃花的地方 que es mi你 每年的大概3月底4月初的時候 會舉辦櫻花慶典 那舉辦櫻花慶典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邊的路封起來 變成人都可以行走的道路 然後你就可以走在很像櫻花隧道裡面 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旁邊還會掛上 韓國傳統那種紅藍的燈籠 然後到了晚上就會開燈 所以它其實可以從白天到晚上都可以來 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它的街道兩側就是有非常多的店家 可以逛或是吃飯 咖啡廳等等 這一整條就從剛剛新山公園到這邊 它是一整條賞鷹的道路 你們可以從頭開始或是從尾開始 兩邊的路線都是ok的 就看你想要在哪裡吃飯 有規劃一個主舞台 然後兩側就是可以逛的那種圓遊會 可以在這邊填飽肚子 然後一邊賞花 吃飽之後呢 再走下去走他們的那個櫻花竹幹道 賞花拍照這樣子 來吃吃看韓國的釣魚燒 跟日本的還有台灣的菜 沒有 很好吃 它剛出入的 好好吃喔 超脆啊 跟台灣的皮不一樣耶 感覺加了很多油去炸 而且是薄皮線多的 然後紅豆這樣吃起來一定有不乾 真的很好吃耶 它這樣子難怪一個人可以 就是隨便就剋掉好幾個 奶油餡 奶油餡是黃黃的感覺 跟我們的不太一樣 我覺得紅豆的比較好吃耶 對啊 它這奶油的口感怪怪的 有點像果凍 我們的克里姆麵包的 我比較喜歡我們台灣 奶油那些是卡士達醬 比較好吃 它這個就是比較油的感覺 比較沒有那個奶香 來記者島一定要吃他們的海女之家 因為記者島就是 風多石頭多女人多 那這個女人呢 就很大一部分都是海女 因為記者島是一個海島 那他們有很多都是靠捕魚 捕海鮮 微生 然後海女之家 其實你如果搜尋海女在吃的話呢 就會有很多間店 就是只要是海女親自去捕牢 然後在旁邊開一間小店料理給大家吃的話 就是叫海女之家 那我們來這間是離我們家比較近的 雅月翼這邊 然後他們海女之家的代表食物就是這個 從不熟 就是鮑魚粥 我們點的這個是特製 我們在想可能是如果沒有特製的話 他就是沒有鮑魚本人 我們就看到很多桌的 很多人都有點的 野生章魚拉麵 裡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海鮮 有鮑魚啊 然後還有一些貝類 跟這個是海螺 反正就是有非常多的海鮮在裡面 看起來很好吃 我們來吃吃看 吃一口這個鮑魚粥好了 很好奇 好 它整體吃起來就是一個很 溫潤清淡的口味 然後帶一點海的香氣 哇 這個辣麵看起來很好吃喔 超好吃 如果你是喜歡吃重鹹口味的 一定要點辣中帶香 香中帶甜 然後吃得到那個海的鮮味 然後它的菜單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很新鮮的海鮮 如果你們敢吃的話 也可以來吃吃看 如果你有住在雅月翼附近 或是你有打算要玩 紀州島的西半部的話呢 就可以順便來這個地方走走 紀州島每年會辦 王櫻花慶典的地方 就是靠近雅月翼這邊 那我會把具體的地址放在影片裡面 還有下方資訊欄 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搜搜看 它就像這樣子 在一條路的兩側 沿路都開滿了櫻花樹 然後它這邊的樹是比較高一點的 我覺得會有點像櫻花隧道的感覺 然後因為我來的時間還有一點早 他們大概是明後天才會開始那個 王櫻花慶典 那如果你們是剛好在每年的慶典時候來的話呢 它這邊也會有一些活動還有談飯等等 就可以一邊掌櫻花然後一邊逛 然後雖然我來紀州島的時候 天氣真的很不好 就是一直下雨 但是目前還是稍微可以看到一點點的櫻花了 大概開了六成左右吧 接下來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如美帝植物園 這個地方是紀州島非常大的一個植物園 裡面光是戶外園區就有三萬多坪 再加上他們最著名的這個玻璃的婚式建築 就是紀州島還蠻值得一來的一個植物園區 尤其是春天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玉金香啊 還有一些紀州島當地的特殊植物 除此之外 戶外園區還有分為非常多不同的國家 有各種不一樣的造景 天氣好的時候來還蠻漂亮的 那這邊同時也是 Oh My Girl Dundun Dance的MVG景地 他們就是在那個玻璃的建築 後方的這個大草原上面跳舞歌的舞蹈 然後再用後製把綠色草原變成桃紅色的 所以整個就非常夢幻漂亮 大概距離剛剛的如美帝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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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兩分鐘的車程 就會有一個可以免費看油菜花的地方 這邊的油菜花田非常漂亮 因為它剛好是在一個山谷裡面 這邊的油菜花真的開得非常的旺盛 就是真的是滿坑滿谷的油菜花 它這邊啊就是旁邊就有停車場 而且還有修一個專門在這邊散步的木棧道 所以其實走起來還蠻舒服的 而且還可以聽到 鳥羽花香就是鳥在叫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地方還蠻值得來的 因為它這邊的風景真的很好 而且你這樣子順著那個道路慢慢的往上爬 沿路全部都是油菜花 還可以吸收天地精華 就是整個心情會平靜下來還蠻舒服的 然後如果你爬高一點的話 是可以看到對面的海景的 這樣就可以排出一邊是山一邊是海 然後中間全部都是油菜花 這樣子很漂亮的景色 雖然這次來季州島幾乎都在下雨 但我還是看到了不少漂亮的花田 我會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底下資訊欄 你們可以去點來看看 下次來我想要在夏天天氣好的時候 來看繡球花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拍片通知 我是Cindy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有 новых月的歌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saying